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引来厄运缠身 一起来听 生活中比较复杂的就是人际关系了 因为人的心思是最难猜的 其实认识一个人非常的简单 但是想要了解一个人却是很难的 特别是在社会上 永远想不到你认识的那个人会做什么 我记得家里的老人给我介绍相亲对象的时候 就发生了一件事 他长得很清秀 穿衣搭配都很好看 于是就很有好感 虽然只认识了一个月左右 就与他在一起了 但是没想到的是 他又在跟别人聊天 做一些破坏关系的事情 最后闹得不欢而散 有时候就觉得生活很迷茫 当你认为那个人不错的时候 过了一段时间他就会做一些让人不理解的行为 感觉这样的人心机很重 前妻给你的感觉形象挺好 然后相处一段时间之后才知道 付出了真心也是没有用的 其实人活着一生最重要的是快乐 想要与简单的人相处 而不是勾心斗角浪费心力 有一位大师就告诉我 如果你想要判断一个人的心机重不重 身上有三点就可以直接看出来 1.目的性很强的社交能力 我们在交际的时候 社交没有很强的目的性 与朋友相处在一起就是为了开心 处于这样的环境之下就很高兴 能够愉快地聊天 这也是人生的乐趣 但是那些心机重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 他们不会将自己的时间 浪费在这些没意义的社交关系中 对于那些人而言 社交就是一种方式 这些人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 去实现自己的目的 所以那些心机重的人 看到你身上有利可图就会接近你 比如这些人想要去参加酒会 可能就是为了某个大人物去的 因为他们可以结交贵人 获取利益 但如果这个酒会没有出现大人物 他们是不会出门的 因为就算是去到了酒会 也是结交一些无用之人 当你在聚会 团建等等那些社交场合当中 你仔细观察之后会发现 往往心机重的人 社交能力是很强的 他们会与很多人都有交流 可能前一秒还在拿着酒杯 与你交谈 两个人似乎一直在聊天 但是他们会突然冷淡 因为发现你身上没有利用价值 马上就换上另一副面孔 然后过了一会儿又和别人沟通 细想之下 这样的人是很可怕的 这样的人精于算计 对他们而言 社交不是他们放松的方式 而是达到目的的步骤 那些心机重的人很重视社交 因为社交能够帮助他们完成自己的目的 自己可以得到回报 他们是现实主义者 眼光光利 这样的人性格淡漠 深不可测 电影《熔炉》里有一句台词 我们一路奋斗 不是为了改变世界 而是不让世界改变我们 虽然心机重 可能我们会得到一定的回报 但是精神和心理上的压力会很大 我们会失去随心的乐趣 生活会变得无聊 这何尝不是一种悲哀呢 曾经在职场当中遇到了一个人 他给我的感觉非常的热情 而且对我也很好 讲道理 他应该是一个受人欢迎的人 但是这个人却经常告诉我 身边没有朋友 不知道为什么 别人不愿意跟他亲近 我当时听到之后就很同情他 于是之后就和他走得很近 最后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但是过了不久 我身体上出现了问题 就一直向领导请假 所以很少去到公司 这个时候 那个人就很少和我讲话 就算是有事想要找他 他都是不理睬的 我当时很不理解 后来我为了安心休养 也为了不耽误工作 就向老板提出了离职 于是我就想着去公司交接工作的时候 跟他道个别 我到现在还记得他的样子是多么的冷漠 无论是拿文件还是说再见 他就像是不认识我一样 后来有一个同事告诉我 就算是你不离职 他最近也在领导面前一直在讲你的坏话 说你的身体很差 想要取代你 我听到之后就觉得寒了心 突然想起第一天见面的时候 他说没什么朋友 别人不想跟我亲近是什么意思了 与人交往 其实是心于心的交换 我当初真诚待他 没有想到竟是这样的结果 如果一个人在社交的时候 有着很强的目的性 只认识那些有用的人 不管那些无用的人 其实这样的人最后也会被别人这样对待 他们只是以利益为中心的交际 最后只会变得越来越自私狭隘 一个朋友都没有 二 低调隐藏自己的能力 那些心机重的人 不会很直接地去表达自己的想法 也不会让大家关注到自己 他们很喜欢低调 因为这样可以隐藏自己 不让自己暴露在大众的视野当中 这样别人就不会轻易地看透他们 这些人与别人相处的时候 不抢风头 逞能 遇到事情的时候沉着冷静 好恶不言于表 悲欢不易于面 是他们的一大特色 很多时候 这些人不是坚定的战队派 就像是墙头草 只要哪边有着方便 他们就会去到哪一边 做决定的时候 也不会让别人知道他们的态度 他们很会隐藏 所以这样的人是很可怕的 而且那些人很会察言观色 就像是心理专家 很快就能够找到别人心理上的弱点 抓住这些弱点之后 就掌握了主动权 避免最后的失败 这些人连熟人都会利用 只要能够帮助他们 他们不会犹豫的 所以如果你不注意 就会被他们盯住 很可能成为一个牺牲品 因此看清那些喜欢低调隐藏的人 远离他们 不然自己会受到危险 我朋友告诉我 他刚去工作的时候 发生了一个故事 他在一家工厂里 做的是普通工人 他通过自己的努力 得到了一个晋升的机会 当时上司告诉他 放心 这次肯定会提拔你 当时 我朋友听到之后就很高兴 朋友以为胜券在握的时候 就没有管另一个人 在巴结上司 因为上司不会受到别人的影响 当时朋友和另一个人 都是候选人 那个人就一直在巴结上司 当最终结果出来之后 我朋友才看到 结果是另一个人 而且在公布结果的时候 另一个候选人 还去送东西表达谢意 我朋友当时就很生气 虽然明面上对他很好 平时也会和朋友交谈 但上司也是深藏不露之人 口头说会给朋友机会 但是因为另一个人 一直巴结他 就给了他机会 就这样 朋友错过了晋升的机会 但是他也不懊恼 他告诉我 任何人的口头承诺 都是没有用的 从此之后 我就离上司很远了 有一次 公司公开考核当中 朋友就晋升到别的部门了 所以 虽然有些人看着善良 但是却把自己伪装得很好 贪图利益 在他们眼中 是没有公平可言的 而且还要注意有些人 如果一直藏着掖着 也不告诉别人 这样的人最喜欢在背后使绊子了 然后挖坑坑海 算计别人 在生活中 一定要小心这样的人 三 做事圆滑 滴水不漏的能力 心机重的人 做事情很圆滑 滴水不漏 能够照顾到各个方面 特别是做事情的时候 不会按照自己的脾气 而是按照别人的感受来做 这样的人左右逢源 如鱼得水 在社交场合当中 似乎掌控着一切 他们会训练自己的性格 没有棱角 虽然得力 但是失去了快乐 还有幸福 这样的人生 又有什么意义呢 他们不会将自己的弱点 暴露出来 很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非常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 就像是一个机器 很理性 这样的性格有利有弊 严重的可能会很极端 因为失去了感性 还可能会做一些 不符合常理的行为 像古代就有着很多 这样的历史人物 比如秦朝时期的赵高 他是中车府令 也就是皇帝的司机 他经常见到秦始皇 每当秦始皇 为了朝政头疼的时候 赵高就会有意无意地 透露自己的想法 而这些想法 能够让秦始皇恍然大悟 从这就可以看出 他的处事是很圆滑的 如果不是有意无意地透露 高傲的秦始皇 是不会采纳车夫的意见的 最后 赵高也因为这样的圆滑 步步高升 但是最后也因此 断送了自己的路 还有唐朝时期的著名奸相 李陵甫 他是李渊书伯 李书良的曾孙 他是李唐宗氏的人 擅长英律 没有才学 很会钻影 是一个口有秘 而富有贱的阴险之徒 因此 太过圆滑也是一件坏事 善于迎合别人的心理 说一些好听的话 这样的人不顾国家 不顾人民 最终只会迎来糟糕的结局 俗话说 画龙画虎难画骨 知人知面不知心 这世上最难的事情 就是社交 如果遇到了一个心善之人 慢慢地了解 或许还能相处 但是遇到了一个心机重的人 付出心力又付出感情 最后只会一场空 所以 我们在认识新朋友的时候 判断一个人的心机重不重 看他身上这三点就能知道 这样在交朋友的时候 就会避免犯一些错 早一点远离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